你常念拿我去迷灯光来 接下来请收看 赤灯法船 欧美红发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管是小小汽艇 也有如鱼得水的雀跃 小船悠然行进 无面也如意涌动 船行之中 仿佛一条清唱进行曲的小警吞 沿途跨多瓦 威尼斯大区的水岸风景 喜意宜人 岛上的钟楼语教堂 就像是人对同旷物时中的美丽憧憬 如诗如画 哈多瓦位于巴契及礼翁和尚 为哈多瓦省首府及经济与交通树牛 相传也是意大利北部最古老的城市 一行诗诗仪轨前行 众人随法诗燃香耻咒 齐请三宝慈悲护佑 普召六道群灵 九优十类 来临法会 文法受诗 诗大慈悲尊者 引导男女孤魂 六道友情 诗诗燕云漫步虚空 众人也藉由辩诗咒 观想虚空片县甘露美食受用 诗诗与法界友情 六道众生 并以药师佛行咒 为有缘众生 慈悲加持 百千万节难遭遇 同于今天他们有甘露可以吃了 就像我们百千万节 才能回到这个地方 搞不好你过去世都来了 愿他们都归一三宝 现在为他们点了烟供 等一下各位你有带饼干 也可以丢在水里面有水 帮助他们 现在愿他们归一三宝 一心其情 圣母玛利亚 耶稣基督 圣马可 诸大慈悲尊者 引导男女孤魂 六道友情 同来法会 归一三宝 就近离苦 同得解脱 我们最大的福报殊胜 我们认识了佛法生三宝 我们才可以就近离苦 因为世间的快乐 来自做到上帝都还在轮回 但是菩萨愿显现成上帝 这些诸大成就者 来引导他们脱离轮回 所以大家念归一发心 然后他们焉功都点了 大家发福利金 来 其景十方法界 当成就为成就之一切众生 归和归法归生 归和归法归生 归和了 法会中 法师领众 持诵三归以后 随即点试干录 骗洒虚空 接着镇谷摇零 领众 慈观十方法界 引领六道 有群众生 归一发心 借由 验诵慈悲经咒 归武经凡 上贡下师 诸功德 祈愿 诸活慈敏 为六道群灵 慈悲超度 抛度所有 被剁胎胎儿 死亡儿童 死亡儿童 令死儿童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那么 看看你 看看你 落在你 落在你 坐在你 坐在你 难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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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我干嘛 抱了 抱了 难非 抱我 难得 尝哈 超度іт 如有自杀 为情死亡者 吾吡 �hab 参 参 摇 参 参 绩 她 莫 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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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细细粒的雨声 伴随饭唱与法陵 仿佛诸佛海味 龙天相应 六道有感 末了海淘法师 敏仲将所作功德 回向法界友情 在噶玛巴迁诺的慈悲饭唱声中 圆满在阿多瓦的慈悲诗诗法会 工业艺术盛行的阿多瓦 千百年来 被称为琉璃的彩色玻璃工艺制品 极富生命 幕后制作 始终来自几个传承千年 各有专精的工艺家族 当天安排参观的 CAN艺术工厂 就是一个制作水晶吊灯的专业工厂 导览者说 这是一个集22个家族的传承工厂 目前有32位成员认识其中 工厂中的制作现场 工艺师们在高音的姚如浅 表演极尽失传的千年手工艺术 仿佛相当乐在其中 八百年一千年的历史 那这个岛 这个岛我们来到这个岛全部都是这种工厂 因为当时总督为了要把他的秘方 制作水晶的秘方藏在这里 那也因为 威尼是因为水晶摇入大火 一千四百度 很多的古迹瘦数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的采板 来到这边 导览员特别强调 他们定制能配合个人专用的剪刀 才能让工艺师们完整展现工艺技巧 从细砂到融成水晶团的配材 透过工艺师的巧手 夺到繁复的制作工序后 需静置一天 等确成型 才能制作出最极致的巴洛克风格仪品 结束参观 众人继续赶赴下一个行程 沿途天空亮丽 水色情柔 悠然繁衍 翻浪无花 一道道长浪 飘逸如美人鱼的百沙 乘风一舞 水都威尼斯的浪漫风华 水晶团库 水晶团的方法 红 important的名字 水晶团的声音 全无配对那吻 估 evliv型 micros红的转突 画马上 全无配对美人鱼的观点 威尼斯,一个存藏着欧洲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 从最初的城邦到共和国 在拿破仑战争后,几番来回一首 始终无损浪漫水都的田径黯然 西元1866年的普澳战争后 威尼斯与伦巴迪威尼西亚王国的其他地区 化归现代意大利同侠 迄今总在潮汐中若隐若现的水都始终优雅 得利于亚德里亚海临近伊斯兰国家及外战亭帝国 透过贸易活动,使威尼斯于13世纪末 就成为当时全欧洲最繁荣的都市 尽管早期地中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于文艺复兴时期逐渐示威 但如今世人眼中的浪漫水都 仍是意大利赚进无数外汇的观光大臣 《大方广佛华言经》进行评记 若见果实,当愿众生,获罪圣法 正菩提道 若见大和,当愿众生,得欲法流,入佛之海 终于红月梅导 Jeez,日元 佛华言 那种 佛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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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浪漫水都威尼斯 就像神秘浪漫的传说一般 令人充满想象 这个名符其实的水象泽国 在古老的城市中心 运河形同公路 水上交通与步行 则是主要的交通博士 1987年 威尼斯和附近的西湖 入列世界文化避产 基于环境保护的立场 被称为海上摩天楼的大船 应否驶入市区 始终存在正义 《海上摩天楼》